无敌系统带少年穿越 修仙界 上 眼前这个老六到底有多悲催 就因为在下雨天Costling 又有到5P 意外穿越到修仙世界 这是哪 恭喜宿主穿越到青龙洲 请在两小时内加入任意宗门 否则将会抹杀宿主 有没有宗门收我为徒 不要资源 免费打工 给不了 这种资质 还想修仙 千年都入不了练棋 不是吧 有没有搞错 像我这种能穿越的天品之子 应该天字无双 没想到连这种九品宗门都没有 天字真是差点灵度 此时天上有两个仙人入宫 叹差了下雨的几天字 一 警告警告 距离宿主完成任务的时间 仅剩一个小时 多击不厚 系统你看吗 哎 白送都不要 还是找个风水宝地 把自己排了吧 那年我双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都没事 而且悠然自得先锋到过 一看就是你是高人 凭我一路观察 这个少年天字奇诚 却向着修仙 正好把他忽悠到自己宗门 老道的青山宗门就是个不入名的非宗 根本没有在圣口灯墙 每一次招人 道贴资源都没人愿赖 他就在乎了齐人数 宗门就要被圣府出名 此时老道正好碰到了567这个愣头巾 这主术的鸭子 可不能让他非宗门 仙人前辈 和仿制点晚辈一二 小友不必多礼 人生无常大长包小长 你可是碰到了什么烦恼 有救了 仙人居然主动问我 看来是我的机缘道 我定要好好表现 前辈有所不知 晚辈一心想要修仙 看着有朝一日 能够登临仙门 没想到却被各大修仙门派拒绝 看来这小子上钩了 定要把他忽悠瘸了 在频道看来 修仙乃是一片洞 除了天字之外 就是修仙的信念 我见你倒是有些上进之心 如果你愿意跟我走 晚辈愿意 师父再上请寿卓一拜 不管什么口 晚辈能吃 不管什么嘞 晚辈能瘦 即便是刀伤火海 晚辈也能汤 我已几十年不收弟子 见你有如此道心 今日便破例一次 签下道是契约吧 此时各怀鬼胎的两个人 都续用 丁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提升根骨五点 奖励木性值五点 万键宫殿开启 请宿主查收 你既然以拜我为师 那就随我一起回宗门修炼 刹那间 师父召唤起了狐鹿 带着五六七的金山 坐在狐鹿上面 五六七一成激动 不由感叹 这果然是修仙之人才有所谓 这狐鹿怕不睡花呆 这就是金山宗 因为太久了 没有人才修缮 显得十分惑救 五六七看着眼前的宗人 表情有些凝重 这跟上辈子的乡下 也没什么区别 金山道人看到五六七的表情 内心有些担忧 为了这么大劲 忽悠来的弟子 不会因为宗门太破跑了吧 就在师父陷入沉思之际 五六七突然开口 弟子悟了 师父果然是隐士高人 宗门已于大山之间 情形寡欲 平平淡淡 方的大道真传 嗯 如子可娇也 师弟说得好 北湖苍盛 旧万民于水火 才乃无备修献之阵理 通透 高人 这也是隐士高度 他是你二师兄 是想考考你 问你为何秀仙 有老二出马 十有八九 能护住这新来的弟子 修献目标 我只是为了完成系统任务 让我想想 有了 举头三尺有神明 掌心三寸是人间 霸气 太霸气了 这小势力不减难 是否让我来护一下小势力 结果小势力于触境人 以后影响自己 在总门的地位怎么办 不行 要狠狠打压一下 这小徒弟明明看上去 一脸不太聪明的样子 为何能说出 如此惊人之语 还好老二反应快 不然这刚说的弟子 怕是又跑了 死言甚假 但太过狂妄 无证天神 日后且莫再提 师兄说的是 多谢师兄教徒 随我来吧 为师带你去看看你的住所 小智弟这句话太牛奶了 以后怕就是我的口头馋了 小徒弟 这便是你日后的住所了 房中有第五单 以立刻管百日 我宗上下 全都清清寡玉 从不贪口腹之肉 来咬毛鸡 仅遵师命 徒儿 谁不想吃点好的 为师是真凶的接不开锅了 老二 听说师父新带来一个小师弟 你怎么没去小师弟那里装逼啊 大师兄 你整天就知道烧记 你的锈线目标是什么 拯救天下苍生 之前你不是来我这装脑逼的吗 怎么又来 难不成是惦记上我的烤鸡了 独气 那还能是什么 举头三尺有神兵 掌心三寸是人家 举头三尺有 师兄道死了 可恶 又被他装脑了 咦 我的口气呢 小徒弟 这是我宗独门宪法 三十三重天 每修炼一重天 便能够洗髓发骨 超越非凡 你且慢慢摸索吧 师父 你好歹先叫我入门宪法啊 给我一本秘笈 我也看不懂啊 徒儿徒儿切记 修仙之言 最关键的是悟性 屋外青山道人 正在偷偷窗户头看 内心暗笑 这本事 哪是当年偶然得到的一本估计 宗伟至今无人能练成 小徒弟 对不住啊 为师确实没有什么真功夫 为了让宗门不解散 就只能委屈你凑人头了 此时五六七盘 西云龙半天 依旧没什么精神 正当他担心自己天资愚钝 会不会被宗门开除的时候 突然灵光一声 对了 我还有系统 系统爸爸 能不能让我修成这么舒服 丁 检测到宿主手中天气仙法 消耗两点雾性质 修成仙法定一本 反而反而 他那边 都已经进去 有机体 什么 竟然无师自通了 而且灵气吸收的速度如此之快 可他连练气一层都不实啊 难道那本 真的是绝世仙法 林道师傅 我已练成了第一重天 目前已是练七层 这小子 莫不是个天才 我到底收了个什么妖孽土地啊 这次我青山宗可捡到宝了 注意星星 切勿骄傲 三十三重天 是十分高深的仙法 注意度练气一层 并不奇怪 正常情况下 一天应该能突破到练气七层才对 你继续修炼 不要辜负维师对你的欲望 并不是齐望 谢谢师傅教导 我而定当刻骨修炼 原来正常情况 要修炼到练气七层 果然还是我天子太差了 眼前这个老六到底有多悲悲 刚穿越到这个世界 就被骗到了一个非宗们 因天子属中 师傅和师兄们 还一直在四周坎口下 天才呀 天才呀 真是太他妈妖孽了 师傅 出什么事了 不会是雪沙宗的人来取债了吧 不是 是我刚收的弟子 难不成是新来的小师弟又跑了 宗门之中至少需要有十名弟子 才能成为九品宗门 不然就一直是黑虎 因为青山宗太穷的原因 基本上新来的弟子 付出三天就会朋友 也不是 那是为何 是因为你小师弟 入门仅用一天 便修成立重天 但是随即突破纸 练气一层 简直是妖孽 这次我们新山宗捡到宝了 卧槽 那本宪法我参悟了一年都没丝毫进的 放连整个修仙剑也是魂所未完 听到这个消息 林问天呆着在原地 结局 等他回过神来 发现师傅连带着烧鸡 就是净 举头散之有声明 掌心散 寸 寸 从你个头瓦寸 别踏马装了 你小师弟已经突破练气一层了 卧槽 这也太腻天了 众弟子们听到了师父的话 都觉得是在忽悠他们 师父 我不信 除非带我去看看 慌什么 一回见了 定要装成隐世高人 切记 不要被你们小师弟 看出端倪 天都马上飞了 按照我现在的修炼速度 怕是无法突破到练气七层 对了 我不是还有系统爸爸吗 系统 系统 帮他忙呗 丁 开始领悟 33重天的第二重天狂乱吸取 修炼速度提升五倍 此时一道灵光将无法气高 他运走到狂乱吸取 开始疯狂吞噬 周天的狂乱 一口气突破到练气六层巅峰 屋外 青山道人早已带着重度的玩法 看着眼前的场景 青山道人咽了下火爽 对众弟子传言 你们这些年 修为都修炼到狗身上去了吗 你会千万不要漏陷 我青山中能不能飞黄腾达 就要看你们小师弟了 师父 无妨 你们且退去 叫到我身上 看我如何唬住他 好的 浩然 为师就把这个装臂重任交给你了 不被修陷 乃是于舔斗 舔不省国将浩然 险见万古如长夜 哎 在修炼下去 怕是这具身体 都要被灵力称暴 还是出去逛逛吧 拜见二师兄 一天之际在于晨 早起的虫玩肺鸟翅 二师兄 我才刚刚修炼到练气气层 不知我资质怎么样 卧槽 一天就练气气层了 这小师弟太密天了 对了 师父脚带锅 不能让小师弟发现 我们总是个不入流的黑总门 平平无奇 修宪指人切记不要厚拦 看好了 只要不算太差 那就不至于被中文开除 二师兄 不知当年你修炼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这小师弟是想试探我了 可不能被他查决刀 当年师兄一修炼 就能引发天地一厢 潮入练气 目以诸记 二师兄没事吧 没事 师兄这是在修炼舔雷之处 我有系统辅助修炼 没想到 还是比不上二师兄这种天才认 仅用半天时间 就已经成为助击修室 大神 简直是大神 手握日月斋星辰 事件无我这本人 小师弟 浅漠乱了心态 只要你前信修炼 终有一天会达到师兄的水准 这老二太能装了 还享受摘日月星辰 他的狗屁修为 我还能不知道吗 太不要脸了 让他去教小徒弟们 他又装起来了 你天子平平 若一位想着吐蕃境界 唯恐走火入魔 所以是否让我先教你些术法 多谢二师兄提礼 不必落理 小师弟 你想学些什么 术法意图 保柔万象 常见的有御剑 练道 阵法 那二师兄 我们青山宗最强的术法是什么 咱们总的每名弟子都各有所长 非要奉个告地的话 大师兄剑术可酸易卷 他近些年来苦练御剑之法 现奉锐利无比 曾斩落九天凤凰 令人派安叫绝 此时山上 跟着青山道人看热闹的大师兄 面色飞红 十分羞愧 尤其是看到各位师弟师妹平视的眼神 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老二太能吹了 怎么展落九天神皇 我不过是用飞剑赶一些山西来跑 贪吃罢了 原来大师兄 已经达到了剑道巅峰的境界 小师弟 你觉得什么才是剑道巅峰 所谓剑道巅峰 应当是一株草斩尽日月星辰 一株草斩尽日月星辰 这个小师弟有点东西啊 你都这么牛逼了 我还怎么叫 务必打压一下他 错 虽然不知道错在哪 但我必须说你错了 你只是想做这样一个剑客 那我想当一个一剑端望 能斩点时空长河的剑客 这你妈 是何等的咬念啊 这悟性怕不是要回天涉涉啊 听到了小师弟这番话 山上的青山道人和大师兄 顿时压不住 这个小师弟 我们是天上的先进转世 否则怎么能够说出如此惊人之语 这也太牛掰了 不可能啊 昨天在街上他还被各大封门嫌弃 不知二师兄什么时候叫我剑道 叫你剑道 我叫到了吗 你都要斩断师兄长河了 装币实力逼我告诉这么多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剑道 不管了 抓紧找个理由溜走吧 小师弟 你既然想学战刀 那么便去找大师兄学习吧 二师兄突然想起来 师父找我还有点事 大师兄 你自求我服 反正我是撞不下去了 在撞臂这件事上 我指负小师弟 问天 你去 务必打击那小子的自信心 让他老老实实地留在山上修炼 师父 我不是看不起自己 青山宗最能做那二师弟 都败给了小师弟 我却能行吗 怕什么 他不过刚入练起七层 没耍过剑 你上前随便耍一头 还不是轻轻松松的就唬住他了 谨遵使命 来来来来 趁您大师兄不在 我们把烧鸡给分吧 是大师兄 我就是你大师兄 林问天 拜见大师兄 小师弟不必多礼 听二师弟说 你想练剑 二师兄说 你的剑法当时无敌 曾经展落九天凤凰 让我跟你学习剑了 这个老二 整天就知道瞎当把吹 那算不得什么 所谓的九天凤凰 在我的眼里 不过是大一点的山鸡罢了 青山道人回头看了也烧鸡 感觉林问天这话没有好 可不就是每天掌握大一点的山鸡 大师兄果然是已知高人 还请师兄叫我剑法 当然可以 实地瞧好了 好霸道的剑法 这青山宗果然每个人都不简单 总算是补助了 今天来就好办了 学剑 我是一招一招就能学会的 你得从最基础的来 知道吗 哎呀 不错不错 问天这剑法又精进不少 比内部成奇的二弟子好多了 哪个在背后宠坏话 让我查查来让他好看 算了 浸完吃鸡 让大水酒去头疼吧 眼前这个被各大宗门嫌弃的脑溜 竟被人见到了一家黑宗门 没想到一天就突破直练起奇葬 师父师兄纷纷忽悠他梦下 还请师兄叫我剑法 当然可以 实地瞧好了 请师兄倾囊相授 学剑不是一招一招就能学会的 大到三拣 唯剑最难 师兄先送你一顶小步剑 等你学会以气一剑了 师兄再传授你剑决 以气一剑 没有三年不载 根本做不到 这下就能留住小生意了 师兄 是不是这样 我去 这是什么妖念啊 想我当初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学会遇见 就已经未成为是天才了 而小生意居然指经了几句话就会了 大师兄明了 为何这样看着我 是不是我的天赋太差了 差 这还差 我要是能有你意好 我的口级还能被师父拿念 嗯 马马虎虎吧 你现在只是能遇见 距离领悟建议还差点远呢 嗯 我会努力的 休闲之人切勿骄傲自版 不要因为有点小成绩就沾沾自洗 师弟谨遵教会 师弟 我在这岩石上留下了一丝建议 能感悟多少 就要看你的机缘造化了 这么敷衍嘛 随便刻的一道剑痕 就要人家领悟 要真能领悟出来 我立马跟你信 不过 能唬住这小徒弟 似乎也不错 人到老年不由己 酒葫芦里抛枸杞 这黑伤居然敢卖马尿给我 系统爸爸 我要修剑 丁 检测到青山剑椎建议 开始领悟剑椎 伴随着系统一步落下 五六七脑 一种 那剑椎跑步在自己的脑袭里面 转变成千上万次 自己随着黄石 另一边 林问天离开后 在半山腰上一直烤着烧鸡 可此时的他却是满脸的郁闷 想什么呢大师兄 看那烧鸡烤好了没 二师弟 你说这小师弟也太妖孽了 还听了几句话 就能预见了 人和人差距真有这么大吗 那有啥 小师弟本来就是铁财 你那铁财笔 不是找不痛快吗 再说了 你不是随手刻了一道剑痕吗 他要想领悟出来 没个四五年 根本不可能 别想了 快看看烧鸡熟了没 你说他万一真领悟出来的 小师弟要是领悟了 我党急把四级落的 这坨墙给吃回去 两人聊了一小会 大师兄的心里 他舒服了许多 可当他反应出来 十二师弟的烧鸡 早已经 好你个烧鸡自贺 别让我逮到你 大师兄醒来 剑五六七 依旧盘水都在那道剑围下面 有些无心鬼 大师兄 我领悟到 青山剑绝九层啊 谁 什么 这么快就学会第九层了吗 还是多亏了师兄刻下的那一件 这小师弟难不成是仙界大能 那只是为了糊弄你的普通一件啊 竟然能靠他领悟建议 不行 我要淡定 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 啊 悟性尚可入眼 那你施展一下 还请师兄指点 见了 阿姨 这速度 这威励 师兄 我苦学了几十年才学到第四层 不行 我要镇定 大师兄 是不是太差了 勉勉强强 我天资愚钝 只领悟到了九层 一夜就领悟到第九层 这还天资愚钝 那我这些年都领悟到狗身上去了吗 师兄 你怎么了 没 没事 你悟性一般 还得寻加练习 大师兄放心 我定不服师兄后望 离问天的眼头 我速度猜 他感觉再待下去 会被小师弟拿起的失去道歉 来到山上 发现师弟和二师弟 不知道又从哪搞来的一只烧鸡 问天 是不是很受打击 师父 我是不是不适合练剑啊 大师兄 你也别太在意 小师弟一天不到进入练剂气层 一晚上领悟清善见诀 也没什么奇怪的 大不了 等着这少计烤好了 我把最肥的计 屁股留给你还不行吗 小什么小 好了 问天 你目前的修为比他高 你怕个什么计 你这小师弟 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练剑奇才 他是成长起来 咱们是不是就有大腿抱吧 哎 不想了 还是研究下一会儿 怎么把跑鸡顺走 二师弟 我记得你说过 小师弟要是能在短时间内 无处见诀 你就把这些计划给吃了 大师兄 我想起来还要显示 没处理完 就现早了 终于能吃上烧鸡的 师兄没事吧 为何你突然从天而降 没事 小师弟 我这是在研究 你做掌法 师兄果然厉害 咱们青山宗 有你和大师兄这样的高手 是不是圣服比宗呢 糟糕 小师弟太可怀疑了 我要是琐事的话 拿太怕下山提起总门 怕是会被拆串 不是 那咱们是二屏 咱们总门 不在圣服之中 不在圣服之中 难不成这青山宗门和圣服比 这次就包装大了吗 我果然是天命之中 那师兄 咱们青山宗 是不是比圣服还要强啊 看来师弟是误会了什么 正好皆破下驴 你猜得没错 咱们总是个 非常强的隐士总门 师父他老人家 不喜欢高调形势 你能被师父看中 证明你子之梗 果还能入师父的发言 以后没师父命令 不许请一下山 否则下去了 就上不来了 果然被我猜中 这青山宗 真的是隐士宗 不会不会 师兄放心吧 我会乖乖的在山上 认真修炼 总算辅助小师弟了 行了 浅色不早了 你早先休息 明日前去除善 见一下你的师兄师姐 好的 二师兄 我这就去休息 日上三杆后 众人去了山上 师兄师姐们都到齐了 唯独我就起不在 今天 叫你们几个过来 是把新收的小师弟 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 师父 你从哪片来的小师弟 据我所知 方圆百里内 资质不错的修仙人士 都嫌弃我们宗门穷 不愿意加入我们宗门 师父 这小师弟 他不是你的私生子吧 今天请大家吃烧鸡 我只有一个要求 在小师弟面前 你们必须装逼 让小师弟误认为 你们是隐士高人 就可以了 来 老二 你示范一下 我先师父给机会 人到老年不由己 酒呼入里泡枸杞 信不信 我奏到你怀疑人生 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 无非修仙 举头散尺有神明 掌心散寸是人间 守战日月于星辰 事件如我这本人 都学会了没 一会你们的小师弟来了 都给我端起来 问天 这都什么时辰啊 快去看看你小师弟 怎么还未来 好的师父 我这就去 小师弟 起床了 再不起床 师父要生气了 对不起啊 大师兄 我睡过头了 待会师父怪罪起来 你可一定要帮我 我不想被师父给开除了 原来你是他为师父开除啊 那就好办了 你放心吧 师父他老人家 不会怪罪你的 快随我走吧 都在啊 玩毒子 师父他老人家要生气了 怎么办 小助理 过来吧 拜见你又为师兄师姐 大师兄 二师兄 你已经见过了 一次是 三师兄 端马兄 四师姐 骆红 五师兄 诸可星 六师姐 叶柏星 吓我一跳 还有人师父要责罚我 原来是介绍师兄师姐 师弟 六七 见诸各位师兄师姐 眼前这个老公消费 就这样浮泡 一天便如炼气漆 凝入青山剑军 全东上下都在 不由他留下 是师姐的声音 难道出事了 师姐 怎么了 师弟 有老鼠 还把我东西给偷走 炮你的老六 看你往哪儿跑 没事了 四师姐 师兄追不去了 有物的老鼠 连我的鸡都敢偷 别让我逮到你 大师兄 老鼠抓到了吗 那老鼠 常年在后山修炼 已经扯了精 我不好下手 怕把后山给劈没了 大师兄 分明就是追不上 还非把自己吹上天 丁 下月发布 斩杀后山老鼠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老鼠交给我 小师弟你能行吗 那老鼠 常年在后山 吸取伶俐 日积夜累下 也有点本事 放心吧 大师兄 我也不想去 但是系统发过任务 完不成 系统就到我了 那你去吧 不过要适合保持警惕 后山 老鼠吃完烧鸡 正睡在四十几的衣物上 小东西 别藏了 我看到你了 抓紧出来还能饶你 一遍 一遍期到了后山之后 前后翻转 也没发现老鼠的踪迹 对了 用机把老鼠引出来 五六七随即打了一只山鸡 下起篝火烤了起来 香味四散 可惜师父要我清心寡欲 不能贪口蛇之眼 一 赶杀老鼠 任务完成 根骨提升五点 奖励物性直发点 这就嘎了 还以为有多强 躲在后面观看的灵魂天 惭愧的地下 差距啊 没想到我追了半天的老鼠 居然被小师弟一箭就给收拾了 就小师弟那一箭的威力 恐怕师父也用不出来 师姐的东西 好像还在这老鼠的东西 我去找找看 大师兄 别沮丧了 小师弟 把烤鸡留下了 咱们去吃鸡 片刻后 五六七拿着鸡 落后 宣判警 无法抢过衣服 五六七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拿着的是师姐的渡动 咦 我的鸡呢 烧鸡怎么还不见了 小师弟 你在找什么 我刚刚卡的鸡 不见了 师弟不必惊慌 师兄 不放心你一个人来对付老鼠 就跟着来了 你前脚刚离开 后脚就有黄鼠狼来将鸡叼走 本着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让他吃完最后一顿 就送他上路了 师兄果然还是心疼我啊 多谢大师兄 师兄你可太不要脸了 师弟还是太单纯了 系统 系统 我要练剑 听 领悟青山剑爵地诗层 使父一杀 当系统的声音落下 青山剑爵地诗层靓 从 Art ver 小师兄 临àcies 天鹿 下次刚刚 练剑爵地诗层天 这套剑爵 自己用力上千次 还是以为见到失识 demonstrations 背致说 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师兄 背见大师兄 实力为何如此慌张 难不成是发现 刚才的烧鸡是我偷吃的 实在不行 只好把我这只刚讨好的鸡 送给它当补偿了 可是如此慌张 修行之人要注意心性 大师兄 我修炼到第十层了 有些兴奋 所以想和大师兄切磋一下 喂 青山剑军虽然是修行界的地摊货 不过流传到世界那只有前九层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小师带 十层不过刚刚入门 但我过招还早着呢 哪怕我随便使出一件 你也接不住 大师兄说的事 是我太刑期了 师弟啊 接你一件 师兄估计连大都生不下了 嗯 好好修炼 切磋西服细奏 去吧 多谢大师兄教唤 我定会好好努力 早日追上大师兄的步伐 江湖夜雨十年的 每日一个行不行 整天就知道双逼 也不好好修炼 小师弟练成 建决第十层了 刚才还想找我切磋来的 被我忽悠过去了 你再不好好修炼 我就让小师弟找你切磋 卧槽 第十层 我没听错吧 那建决我们总裁只有前九层啊 没听错 小师弟修为与日俱增 以后找我们切磋 不能每日都忽悠过去吧 那咱们抓紧找师父上来一下吧 这是妥不得 师父 这小师弟真的是你在街上捡来的 是啊 那天在街上 其他宗门都嫌弃得资质太差 咱们宗门又缺人 所以我就随手带回来了 师父牛拜啊 如今的绣线店 但凡有点悟性的弟子 都会被各个总门抢去 像小师弟这种锈炼舔财 居然没人要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咱们总门这次恐怕是真的捡到大包了 老夫是何许人也 灰眼识人 凡夫俗子 岂能不得了为师的发言 师父 别看马装了 要不是跟了你这么久 我们差点就进了 师父这么厉害 要不你再去捡三个弟子 这样就能凑够十个 申请成为下方的总门了 小兔崽子 你就不能等我装完吗 小师弟资质这么拟甜 咱们留他在山上 什么也提供不了 是不是有点误人子弟了 此话一出 其他几个师兄弟尽数低头 沉思了起来 内心有种说不出的字 洪雪啊 不是为师不详给 你看看咱们宗门的穷酸药 不过小徒弟既然留在了我们宗 那就将剩下的资源 全都给他 切记 这段时间 你们尽量营造一种 隐世大宗的形象 出龙了 出龙了 我青山中终于出龙了 大师兄 是否为何笑得这么点狂 谁知道的 狭酒喝多了吧 就在这一刻 山外传来一声巨响 雪沙宗的人上门踢过 眼前这个老六修炼 两天不到 变成了一期 正当全宗讨论 怎么继续忽悠他留下来时 雪沙宗的人 吵上了 不好了 主大师了 你们居然还有心情烧鸡 有什么事情比吃烧鸡还重要 难道是小师弟跑了 不是 是雪沙宗的人来催债了 什么 我才刚见了三天啊 不管了 三十六斤 先跑路 能拖一天是一天 师父真是跑路了 还是跟雪沙宗的人去学聘了 那还用想 十六八九是跑路的 封闭死了 他说第一二 没人敢争第一 师父 雪沙宗不是来催债的 朕要跑路了 我也得让师父带着我一起跑 那你不早说 真不是来催债的 不是啊 下次再干闹说 小姐我赶了你下酒 不是来催债的 那还是能来干嘛的 难道是来偷酒抢烧鸡的 师父 你要不信 不如寝自下山去看看 当真 当真 在咱们总 都是师父坑徒弟 哪有徒弟坑师父的 道理老夫居然无法反驳 既然不是来催债的 那你们就随老夫下山去看看 情况不对我就跑 大不了卖的这条徒弟 管他三七二十一 一想到这里 青山道人就恢复了高人风范 随即就有山下飞去 师父该不会想卖了我们的 反正我们都逼连带劲啊 不管了 先取了灾数 找什么急啊 先吃完烧鸡再说 雪沙长老 今日怎么又空来我青山踪了 甭废话 抓紧还钱 这个王儿 我回去 非要把他赶了下去 我不说了吗 每月还一点 早晚能还上的 没必要摆这么大的阵掌吧 哼 总主说了 你若还不上 就将你们踪 合并成我们雪沙踪 反正你们踪也不入品 合并完成后 说不定还能给你个长老当当 何而不为呢 雪沙长老 咱们都是老交情了 给个面子 替我跟宗主求个情 谁跟你是老交情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每月多还一点 一年之内尽数还上 另外 每月再多给你一些 就当是辛苦费了 不行 就你那破山门 迟早会解散 到时候你老小子一跑路 我上哪找你去 今天要么还钱 要么合并 雪沙长老咄咄逼人 来好了阵掌 势必要逼迫青山长老 交出青山踪 那就是没得谈了 想要我宗门 除非从我的身上踩过去 没办法了 软的不行 只能来硬的下一下 要实在下不住 就跑路 狗情了还会跳响 如果把这青山老道逼上绝 那我也没什么好价值 宗主说过 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感谢他老人家的大恩大德 我亲某人 此生不忘 先别着急谢 宗主还说 让你我双方练习七弟子之间进行比试 不必的话 还是要么还钱 要么合并 就不明白这七个人吗 我青山中一共就三名练习弟子 你们带了这么多人 只能搏一把了 你去稳住你小尸体 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了 我带血沙宗的人去半山腰笔市 笔就笔 怎么个笔法 别说我们欺负你 咱们三取两胜 你赢了 我们的账从今往后一笔不消 你若输了 就乖乖合并 走 离问天飞到五六七的茅草屋旁 见五六七正着门前刻苦修炼 拜见大师兄 小时代 修炼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大师兄对我争 怕我练不贵 还刻意跑来直教我 洛飞师傅要求 我才不会来 你都这么强了 我还指点了吗 另一边 青山道人带着血沙宗的弟子 来到山腰处的公场 好人 去叫你师弟师妹都过来 和血沙宗的弟子 比试一番 五六七看到半山腰处 有血沙宗的人 表情瞬间凝落 他想起当初 本来是想进入血沙宗修炼的 结果被无情拒绝 大师兄 血沙宗的人来干嘛 我去 明明离得这么远 这都能看见 他们是来找师父学习的 咱们师父 有教无类 试点他们一下 大师兄 我也想去看看 五六七一想到之前 被血沙宗修炼拒绝 现在又加入影视宗修炼 就想着去打血沙宗修炼 看来来是拦不住了 小时代修炼速度这么地铁 修为又是练习八层 而且还掌握了 健决第十层 只是练习七七之间的比试 对付血沙宗的人 应该是首帽子来 既然小时代想看 师兄先下山等你 你收拾一下 尽快过来 师父 我想让小时代来对付他们 什么 你脑袋被驴踢了吗 万一被血沙掌跑 乖跑了 可怎么办 师父先别生气 只要咱们能营造出 隐世宗修的海洋 小时代使用八九个会跑 有点道理 回师怎么就没想到呢 不错不错 拜见师父 小时代怎么也来了 不是让师兄去管住他的吗 对 千个桌都磨磨蹭蹭 赶紧的 老夫没空在这种号 任务发布 击败雪沙宗弟子 此时就算没有系统 五六七想七几日前 被雪沙宗嫌弃的画面 也是打算出手的 这可是一个报仇的好机会 他怎么会错过 师父 让我出战吧 就你去吧 你师兄姐 要是出战就难免会有人说我们已大欺小了 得到了青山道人的允许 五六七一起风发 拿着小木剑指着雪沙宗众人 你们一起上吧 我要打十个 哼 好狂妄的小子 垃圾只配待在这山里 当初雪沙宗不要你 现在你也没有和雪沙宗叫板的资格 大言不谈 虽然我是宗门里最差的弟子 但对不起你 有一个就够了 受死了 这雪沙宗的弟子都这么弱 还有没有能打呀 再来十个 此话一出 雪沙场老气的满脸通红 他雪沙宗再不及也是一个九品宗门 如今被一个不入品的黑宗狠狠地打脸 打了一巴掌还不够 还要接着打 说也就算了 还这么索 嗯 徒儿注意心情 修行之人切记力气太重 徒儿一时得意忘形 日后当紧及师父教诲 总算拦住了 再让你这么挑衅下去 怕是青山中的万民基业 就要毁在我手上了 雪沙长老 刀剑无言 胜败买常识 今日鄙视我们贤胜 请长老切勿放在心上 好 这次输了我认 练习期的弟子输了 还有助习期 三天之后 助习弟子进行比试 到时候走个桥 没这个必要了吧 当时咱可是说好了呀 哼 我们走 一 任务完成 奖励 盘古之心 负姓值加九 根古加七 盘古之心 可用来助金 小徒弟 今天表现得不错 走 为师晚上 百期请你吃烧鸡 大师兄 师父是不是把我们忘了 应该是 LATEL 你感谢眼前这个少年 仅凭一己之力 就让每次雪沙中练起 而最近中本的师父师兄们 还在密谋忽悠他留下 今晚咱们搞的这个晚会 主要是祝贺你们的小师弟 一人就击退了雪沙中弟子 大家接着奏乐 接着我 感谢师父和各位师兄师姐的用心赞 我定会更加努力 无辅助 小徒弟 你的资质 在奉门之中是最差的 幸福遇到维师下方 游历人间 你只要一心一意地跟着维师 将来 定能成就 天人之境 有才落过去 师父又捶起来了 这一捶又得小半个时辰 这烧鸡都要烤鸵了 通鱼一踏成一二 没人敢成一一 师父 各位师兄姐 我要先回去修炼 不错 如此可教 师父 小师弟今天也太好了 打败人家就算了 还嘲讽了雪沙宗三天后 触记彼此上门挑战 这该如何是好 对呀 那雪沙长老当时怒气腾腾地离开 发誓要讨回来 我觉得小师弟做得没错 怕落不出手 咱们青山宗就会被雪沙宗给吞并了 你们说我经营个宗门容易吗 好不容易 见到个天资妖孽的好徒弟 现在又跟雪沙宗结下梁子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呀 师父啊 咱们穷的只剩下烧记了 也没啥好透的 三天后雪沙宗的还会再来 到时候是猪鸡器鄙视 你们谁上总不能再让你们失地去吧 师父 我有个好建议 屁快放 要不咱们跑吧 再找一个青山滤水的地方小摇快步 正所谓留着青山 再不怕没柴上 我们跑路了 小师弟怎么办 咱们几言中 就大师兄你是助记补品 人家随便来一个助记酒品的都可以粘压我们了 咱们怎么打 除非小师弟三天内达到助记器大圆满 这都不是办法 你们先散去吧 让为师好好想想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为师不会抛下你们的 这几个傻徒弟 几句话就忽悠走了 这烧鸡是我的了 师父坑徒弟天经又地义 大师兄 师父又开始放校了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不会 他顶多是吃起屁股的时候 多喝了几口假酒 大师兄 咱们走的时候是不是还没去烧记 是的 怎么了 我知道师父为何讽笑了 师父 给我留块几匹 哎 这老头太没正式了 五六七回到房屋之后 就开始谈求修理 经过一晚的时间 此时呢 他已经到达练技十二岁 已有突破到处击的军事 而房屋上方有一个很像的 决筑 这小徒弟妖孽啊 怎么感觉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练技大员吧 不好 他要猪鸡了 我们俩个在干嘛 从奶弄的烧鸡 天天吃烧鸡不腻吗 师父 我也想吃别的 和咱们总文称嘛 师父 小师弟在修炼 我和大师兄在微怕互拔 胡个屁的法 新山中如此偏僻 哪来的高手会打扰他 我看的人是瞒着我在偷吃 师父 别生气 坐下来一起吃 这不还有二师弟下山买来的假酒 你们没有看出来吗 小徒弟要助击 助击 那感情好啊 小师弟助击成功了 说不定可以替红处战了呢 你是一点眼力都没有吗 他要助击 可咱们没有助击单了 难道要你小师弟 拿这只烧鸡来助击吗 助击需要大量的助击单 助击单越多 助击的品质就越高 将来发展的空间也就越大 万一助击不成 他再妖灭也无法修炼了 都怪为师没想到 他修炼如此之快 终究是我们害了他 如果助击失败了 以后你们莫要欺负他 为师多代他吃几只烧鸡 师兄 你刚才有没有觉得是否 突然抗老了许多 师父或许应该是在 替小师弟晚期 也可能是假酒喝多了 我的烧鸡假酒呢 房间内 五六七感觉自己 马上要助击了 他手掌一伸 弹骨之间出现的手中 散发出药物的金色光 这东西真的能助我助击吗 助击分为天 地 人三个等 天际是最高也是最短 需要天才地方 而且还是顶级的天才地方才行 系统系统 吸收藤骨之心 开始攻击 因 开始吸收 随着藤骨之心 滑入五六七的体内 他全身上下三番 一步进攻击 他这是在助击呀 还是在营练元神啊 大师兄 师弟是不是会被掩命了 快去看看 师父 我助击成功了 这小徒弟 不会被电傻了吧 没有助击单 都能助击的吗 徒儿 你报受心神 为师帮你检查一下 什么 竟然真的助击了 师父你怎么了 助击很难吗 没什么 助击不难 你这两天 稳固一下修为 你入门三天才助击 算是比较晚了 你二十凶 之前 可是潮度练起 一个助击 徒儿 请遵师父教会 你们两个随我来 转大了 出笼了 我青山中真的出笼了 大师兄 师父又开始点笑了 不会入魔了吧 应该不会吧 可能是假的中毒了 我还是低估你们小师弟的妖孽程度了 三天时间 助击就算了 还是传说中的 这天级助击 什么 要知道整个青龙洲几千年来 可没出过几个超天级助击的人啊 甚至连天级助击都少见 咱们这次真捡到薄了 小师弟太妖孽了 我当年可是服用了两颗助击单才成功了 你们要注意 小徒弟资质如此逆天 且莫到处乱说 以免引来个大宗门际遇 另一边 五六七回到毛五后 又开始了修炼 师父的一番话 让他知道自己和师兄师兄的差距 他决定要更加努力修炼 系统 系统 开启修炼 三十三重天 恭喜主人成功领悟 三十三重天 第三成 师父 师父 不好了 学煞动的人又来了 慌什么 修仙之人要注意心性 既然避免不了 那就和他们干 大不了拼了这条毛利 为师也会护你们几个周决 师父 话戏啊 你还是我认识的师父吗 眼前这个宗门到底有多拉胯 如果不是小师弟修为进了助击器 估计全宗上下都要跑 师父 师父 不好了 学煞动的人又找上门了 这次带的是助击器弟子 慌什么 修仙之人要注意心性 好人啊 其实为师心里比你还慌 要不是你小师弟助击了 为师早就跑路了 师父教训的对 既然他们又找麻烦 那就和他们干 师父 如白啊 以前遇到这种师 你都是个二十厘学员的 你让自己悄悄溜走 嘿 我青山宗堂堂饮世宗门 难道能为一个九品宗门吊打吗 因为你们都被我拿出去气势来 师父 我已然控制不住了 舔不胜何家浩然 世界无我这百人 别踏马装了 别人再装 出发 师父 等等我啊 青山老二 我许扎作为人来 没跑路的话 赶紧就下来这些客户 别喊了 你个老六 哎呦 青山老二 这次居然没跑路 我有那么不堪吗 只不过才跑了几次而已 上次让你们侥幸赢了一回 这一次是助击器体式 你们必输无疑 这人又来调劲 这一下可以继续打 师父 这些小吸狗就交给图吧 还广望的小子 还没打过 怎么我们就成吸狗了 师兄 就是他上次调打 咱组三名练剂弟子 上次是练剂器比试而已 什么叫调打 说得好像我们雪沙松 没人了 小徒弟虽然刚助击 但是朝天际助击 是可以横扫一切助击修饰的 而且他还领悟了 青山剑决第十层 这次应该也能赢了 小徒弟 这等小场面就不需要以师兄师姐们动手了 你速战速决 多谢师父 谁敢与我一战 狂妄 太狂妄了 师父 咱们青山董 真正的帝王 被小士丁莫属啊 这小徒弟哪都好 就是太拉仇恨了 看来以后还得好好教一下 找他这样 天天拉仇恨 我们青山终起不是举世皆敌了 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长老 这小子太恐慌了 让我去会会他 别废话 好好教训一下拉小子 小子 你不过刚突破主击 而我也是主击酒品的 接招吧 别看你现在叫冷门 一会儿我叫你拉青带 你才是戏狗 什么 师兄居然败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区区助击一品 就能打凝助击酒品 简直是闻所未闻的 这小子为何这么强 难道是我当初看死的眼 这小徒弟果然没让老夫失望 大师兄 师父又在讽教了 不会是这有声的大兵吧 不会 假酒喝多了 偶尔风一价很正常 你们还有谁要下来一战 气缘太甚 你们两个退下 少年 我闺你天资不错 耿骨七家 可愿加入我选沙宗 为什么呢 当初的我你爱达不理 现在的我 高攀不轻 真的我傻了 青山终这么好的饮饰宗路不带 难道要去你的酒品宗能吗 师父别笑了 对面要老祸小时地了 什么 敢打我小徒弟的主意 小徒弟 修仙 知人切勿 骄傲自满 学知天外有天 打败一个酒品住机 算不得什么 你的路还很长 土耳仅曾师父教会 总算把你叫停了 再让你装下去 非把雪沙宗宗主招来不可 你们欺人太甚 竟然如过雪沙宗 师父说的没错 区区酒品宗主 这小徒弟 简直瞎人助心啊 这一下雪沙宗 不得跟我们青山终拼命了吗 都退下 输了就有人 我们走 雪沙长老 慢走 不送 师父 小徒弟战胜了雪沙宗 今晚咱们是不是也要嗨起来 走 回宗门 今晚咱们再次举办烧鸡晚会 还是庆祝你们小徒弟战胜雪沙宗 接着奏乐 接着吃鸡 小徒弟 师兄教如何面试你的对手 看好了 萤火之网 岂能与好乐争惠 大书星 无愧是修仙剑的开拨 烧鸡晚会结束之后 五六七就会坊间打过修炼 当他从修炼中回归出来 后也会形成欢喜 不愧是影视宗门 我才入门一周就能调查鸡修舍了 要是跟师兄们再多学一点本事 岂不是同辈无敌了 此时在五六七的心中 他已经有了一个小目标 当初不要他的人 日后都要一一地躺回来 另一边 师徒几人趁着小师弟修炼 悄悄地在山顶开会 师父 这小师弟修炼速度太快了 要不了多久 就会吵过我和大师兄吧 到时候察觉我的修炼 没有他搞磕怎么办啊 是啊 师父 我们三个还是练起起 这样下去也瞒不了多久啊 对啊 师父 小师弟修炼了 就能感受到别人修炼的果冻了 一旦被他看出 我们还怎么撞下去 大家先别急 为师自有办法 你们现在尽量不要和小徒弟接触 要时时刻刻 撞出一副 隐食高人的牧羊 我先下山一趟 回来之后就好办吧 雪沙宗大殿内大长老鲨鱼而归 正在为雪沙宗主训斥 大长老 你连青山宗都闹了下 我想听听你的狡辩 丙宗主 属下不出手 并不是为取青山宗 而是因为他们新手里的天才 青山宗 一个不入品的宗门罢了 也能出天才 你是不是想给我赢货有绝了 宗主 属下去属时 那照明 三天不到已是超天气助击 属下去是想收复他回雪沙宗所用 所以才没动手 青山老 如此天才 怕是你青山宗是保不住 眼前这个老头有多坑 小徒弟刚平 一精致力帮宗门化解了危机 老头转眼 就让其他师兄姐们 使用银戏符欺骗他 你们听着 这幅只能掩盖住自己的修为 别人就看不出 你有修为了 但记住别用来擦屁股 尤其是浩然 这种符只可继续 在修仙界几乎没人使用 但对此时的青山宗来说 次数不上 师傅 师傅 这我只能掩盖修为 到时候小徒弟以为 我们都没修为怎么办 师傅你讲点武的 打人没打脸 我还得靠脸吃饭 你脑袋瓜子被鱼踢了吗 你想想 是不是越看不懂的人 就越会觉得 他不是一百人 师傅说得对 我去试一下 拜见二师兄 也是一般少女的梦 你很有前途 我看好你 好好修炼 我找你大师兄 还有点事 二师兄身上 一点修为波动都没有 看来已经达到 反不归真的境界了 我还要继续努力 二师弟引气服好使吗 大师兄 小师弟是这样说 二师兄 你玉树林凤生叛安 一树林化亚海棠 放眼修阵间 你就是弯前少女的梦 说人话 师傅别生气 引气服效果很好 小师弟还以为 我们秀文甚不可测 来来来 吃烧鸡呀 小师弟 刚才有没有看到 一只山鸡飞过 大师兄 山鸡往河边跑了 大清早的大师兄 怎么追着一只山鸡在跑 不对 刚才大师兄身上的修为 已消失了 这青山宗果然甚不可测 师傅 我说的没错吧 有了引气服 小师弟就察觉不到 我们的修为了 不错不错 这一下我就放心了 你们两个近期 在小徒弟面前 多走动走动 另外让他跟其他师兄姐 多学习 一定要拖慢他的修炼速度 师傅 这是为何 为何 因为咱们宗门穷的 只能天天吃烧鸡 到了中级期 每突破一层 都需要各种资源 为师去拿弄那些天才地宝 只能下山看看 其他宗门有没有了 师傅说的是 这么好的弟子 没有资源工的成长 只能拖慢修炼速度了 明天就靠你们了 四日清晨 五六七在屋外大族 吸收天地零气 大师兄又早早地来场 拜见大师兄 小师弟 你刚筑记不久 修炼切不可着急 先打好根基 这几天你跟六个师兄 剪多学点东西 太好了 师兄这是要开始教我 影视绝学了吗 你想从师兄这里学点什么 小师弟你想学 还得看师兄会不会 我要是会就教你 要不会只能忽悠你 说你亲我眼刀手臂 还请师兄叫我遇见飞行 看到大师兄每天飞来飞去 追着山上的鱼鸡 五六七觉得十分消灭 这要求也太简单了吧 遇见飞行虽然不难 但也不是一时半刻 就能掌握的 那好 师兄就教你遇见飞行 你就按师兄教你的 用你的木剑飞行试试 我写师兄教导 对不住了 小师弟 木剑比其他任何剑飞行都哪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谁让你修炼速度那么快 你先练习着 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再问我 这件五六七将领器灌到木剑之中 过来师兄不过去 此时大师兄彻底傻眼了 原本他只想拖住小师弟的修炼锁 没想到竟然这么多学 大师兄我学会了 不错不错 那你熟练熟练 切切不要飞出青山东 多谢师兄提醒 我去 不但这样玩的吧 师兄为何愁眉苦脸的 让师弟为你淫饰一筹 开心一下如何 二十弟说多了都是累啊 你说我这些年的修炼 是不是都凶了烧鸡身上去了 天空上 五六七正心之勃勃地遇见飞行 此刻的他感觉自己已经不减合二文一了 这时信息声音突然响起 恭喜宿主感悟剑道 奖励更补七点 日性流点 卡那间 天空不与地 天空 仿佛随时会将家里见 灵魂天河将好几次的儿子抬头望看 脸色顿时大惊 师兄 小师弟不会再领悟剑道吧 怎么可能 要知道在整个修真界 就算一品宗的人 也没几个能跨入这个境界 而小师弟才抗入住几阳 与此同时 雪沙宗的宗主正带着人朝青山宗赶来 他们是要将五六七抢为雪沙宗 大师兄 不好了 你看是不是雪沙宗的人又来了 什么 这可怎么办 师父又不在山上 大师兄要不咱们逃吧 跑什么跑 我青山宗的门面何在 而且小师弟还在上面领悟见到呢 小师弟啊 别说大师兄不讲一切 师兄真是打不过 你要是被抓了 日后师兄盯了你报仇 大师兄那可是雪沙宗啊 雪沙宗有何可据的 咱们青山宗可是隐吃大宗 路胖 你先守住小师弟 我去搬救兵 爱马 半个屁的救兵 咱们青山宗这鸟不辣屎的地方 也就只有极致山地而已 你要跑你就直说啊 不管了 我也得跑了 小师弟你自求朵夫吧 眼前这两个师兄有多坑 小师弟 对抗雷杰 此时恰好强敌如青 他们俩竟都在下边跑 大师兄 雪沙宗的人又找上门了 师父不在山上 我们快跑吧 二师弟奇悟慌张 雪沙宗不过是指了虎罢了 你先守住 师兄去搬救兵 哎 大师兄 你跑起来比师父还快 不管了 我也跑路了 小师弟你自己过保重吧 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无耻老六居然搞后期 赏废话 完蛋了 跑不了了 青山老二 你把缩头无辉 赶紧给爷爷添出来 宗主 那个就是青山坑的楼面天才 他居然在赶物剑道 宗主 就算是圣服顶尖宗门 也不见得有人能跨入剑道 这青山宗到底什么来的 我有点不好的预感 这青山宗恐怕不是我们能招惹的 宗主何出此言 这青山宗虽然位入酒品 可此地却灵气充足 还有能误见到的弟子 一切都太不寻常 宗主说的是 前两天品事 都是天上小子出的手 此时为何不早说 你观此人身上 居然无丝毫灵气波动 能做到这个境界的 要不就是一介平民在此重力 要不就是也是大能在此摸云 几人的谈话 恰好被地上的江浩然听到 于是他心生的情 看来他们是被小使弟吓到了 既然跑不了 那就撞到底 你确定要对我们总门动手吗 想好后果了没 宗主 此人没有丝毫灵气波动 却能轻易正乎束口 看来是隐时高人 咱们怎么办 先别妄动 看看再说 居然没虎道 看来的价廉猛亮 我这小使弟天子太过一半 入门一星气 才看看刘无间到第一重 让你们见笑了 这还只是最差的 那其他人 岂不都是隐世天才 不行 不能得罪他们 此时雪沙东宗主脸色非常难看 江浩然也刚好差 看来对方伤够了 不过打是指定打不过 只能试试装笔 早没匹拿照 你们几人竟敢四个擅长活动 那就不要怪老虎 不客气了 感恩前辈到底是谁 我是谁 我就是绣剪剑人称 玉树林凤盛判案 一致狄化亚海棠 剪不胜火将浩然 绣剪万古如长叶的庆山洞 二十九 此时感受到二十三 就把你拼了 大人的精屁 没想到壮逼战子 能以来如此恐怖的天雷 转大了 转大了 前辈饶命 我等凡处阻止 无意打扰前辈修炼 还管前辈放归 这几个啥去 还真伤张了 无备修剑 逃离纯凤一备潮 蒋总也有十天的 对你们只不过是 略是惩处罢了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我等这就离开 发誓再也不上青山宗 想跑 不从你们身上 敲诈讲动 对得起我这个 隐居小洒的比方吗 不然呢 我青山宗提示 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了 也未免太不 把我青山宗 放在眼里了吧 前辈有何指示 刚刚你上山时 猜死的花花草草 要么赔偿 要么魂费拖散 前辈饶命 我们明白前辈的意思 这是我等身上的灵石 请前辈笑容 活吗 代码 总算结束了 不过刚才的理解 怎么回事 平时撞命 也就挤到闪电而已 算了 管他呢 虽然只有十二块零食 但也够我瞎善笑 砸一阵了 另一边 正在逃走的大师兄 忽然停了下来 不行 我不能跑 师父不在 我就是师弟师妹的医套 我跑了 他们怎么办 发不了挨顿揍 反正以前也不是 没有被揍过 师弟 你怎么还能吹消 雪沙松的人呢 不过去去雪沙栋 我讲浩然谈之间 便能让他们会飞演变 我信你个鬼 你也就只会吹吹牛了嘛 二师弟 你老实告诉我 他们是不是把小师弟抓走了 大师兄 小师弟还在感悟见到呢 不信你自己看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大师兄啊 大师兄 我是真没想到 你见到雪沙栋的人 跑得比狗还快 你看到我 独自一人留下 拯救总门与伟难 二师弟 我那是去搬救兵 搬个锤子的救兵 我们总的鸟不落实的 也就野鸡还多一些 要不是我冲不过人 咱们青山总总得完蛋 好了 二师弟别生气了 等会师兄给你搞几只烧鸡补补 雷头 眼前这帮师兄姐有多不靠谱 为了拖慢小师弟的修炼 不要小师弟天字齐高 眨眼间 便学会遇见飞行 明天你们谁去教下小师弟 大师兄你都差点就要崩溃了 我们指定也不行 况且小师弟撞起你来 连我都要退比赛车 但要是不教的话 就完不成师伯交代的任务了 到时候小师弟听过行为 助击升级 咱们没有助击单 不是害了小师弟 三师弟你去试试吧 大师兄 我是学练枪和铸造的 我自己都没整明白 那四师妹 靠你了 你是学练单的 练单需要的工具十分烦的 小师弟一时半会也学不会 大师兄 我自己都还没跨入练单一品 我却能行吗 师妹没事的 像我一样教就行 小师弟能学会最好 学不会也能拖到师父回山 我们的情况就靠你了 你们几个不教就算了 还要给我立牌方 拜见四师姐 小师弟 今天师姐教你练单 这里有一本练单大拳 还有一个单卢和几株灵草 师弟 对不起 咱们总实在太穷了 灵草买不起单卢也没有 只能给你点破烂 能忽悠 你一天是一天吧 多谢师姐之典 你就从培员单开始练习吧 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找师姐 四师姐走了以后 五六七开始用心学习练单 系统八吧 我要学练单 开始领悟单决大拳 拜见两位师兄 四师妹快过来坐 师兄给你留了个七T锅 多谢大师兄 师妹 小师弟练单学的怎么样了 大师兄放心 我随便丢给小师弟一本古籍和一口平底锅 那锅还是你昨天打野鸡 在后山发现的那个破锅 没有几个月 它是学不会的 大师兄 师妹楚马 你就慌信了 晚上师弟带你去闪下小杂一散 介绍如画给你认识 无耻老六 爱马 师妹 你拿好酱干嘛 我警告你啊 打人不打脸 小师弟 你怎么来了 是练单遇到难题了吗 师姐 我练成开源单了 当五六七拿出单药的那一刻 整个青山中药相思 四师姐看到单药 也被震惊的合魂 与此同时 临近宗文师父也产生了 这是什么味道 居然有如此浓郁的灵奇 难道是宗文出事了 不行 我得加快步伐 出什么事了 毛二是怎么了 怎么把祥放脑袋上了 是不是偷喝我假酒了 师父终于回来了 不对 师父不会发现 我跟二十年偷懒了吧 师父 小师弟刚学 就练出了极品培元丹 第一次就能练出极品丹药 资质上课 还去多多修炼 你先回去吧 弟子谨记师父教诲 出笼了 出笼了 没想到小徒弟居然如此妖孽 师父回来了啊 大师兄 师父又在傻叫了 不会主什么事了吧 放心吧 每次下山回来都会这样 肯定是在山下假酒喝多了 习惯就好 师父 师弟昨天还领悟了剑道第一层 人剑合一 什么 居然还领悟了剑道 我青山中要崛起了 以后我就是未来仙人之师 大师兄 你觉得师父还要救吗 没救了 换个师父吧 老二 你刚给我吃了什么 没什么 小师弟刚炼制的大骨丸而已 那我怎么觉得嘴有点臭 师父 二师弟给你吃了大桌奖 迷途 给我往死里打 参见五师兄 师弟找我何事 师兄 四师姐说 要我来给你学习阵法 想学习阵法是好事 但阵法之道 但是借天敌之力 可化为杀法 防御 治疗 等各种背景 原来五师兄是阵法大的 咱们宗果然人才被处 部制阵法非常困难 这本阵法书 能够助你了解阵法基础 这里有几块石头 你学会之后 将灵力注入其中 就可以失了 小师弟 师兄也没有什么 今天大阵故意学习 就错合用这几摊货 将就学习吧 那几块石头 也是你大师兄 用来打眼睛的 大师兄 这五师弟比咱俩还谁 怎么说我们也认真叫过小师弟 他只也给了本数 还拿你打野起 用了破石头忽悠小师弟 简直太不要脸了 二师弟 你错怪五师弟了 他不是水 他那是菜 眼前这个少年修炼 到底有多快 一天不到今天 一炷香的时间 又随后一夜 真的 师父 出事了 出大事了 老大如此慌张 难道雪沙宗的人 又上门要仗了 不管了 先跑再说 大师兄 出什么事了 师父怎么突然跑了 师父 不是雪沙宗的人 那你不早说 何是慌慌张张的 能不能消停片头 没见 我正听你二师弟推销吗 师父 小师弟学会了阵法 还融入了建议 正会正在宗门山口处不知呢 什么 就这一回的功夫 不仅学会了 练丹还学会了阵法 看来我青山宗 终于要飞黄腾达了 哈哈哈哈 师父又开始犯病了 看来假酒喝多了伤身体 雪沙宗大殿内 大长老跪在地上 自从上次被二师兄装逼 遭雷劈之后 一提起青山宗 他就舍得发 宗主 这青山宗 咱们惹不起啊 大长老 你说咱们刚才在青山宗遭哪批 是不是支持 偶于天气不佳而已 你好歹是我宗大长老 这胆子也太小了吧 他青山老二要是真有本事 为何会屡屡向我们宗建灵石 宗主 青山宗主果不是掩饰宗门 为何能够让那连根谷都没有的小子 领悟见到 宗主 书下请求先去青山宗一探究竟 如果是垃圾宗门 书下就将那小子抓回来 如果是掩饰宗门 咱们再从长计议 好 你去吧 不过要万事小心 书下收到 深夜 青山宗山下 二长老带着青山宗 精英币 瞧瞧起来 记住 除了那个五六七万 其他人皆可杀 出发 什么情况 这青山宗莫非真是隐世宗门 阵法中为何包含了如此强大的建议 我不甘心啊 小师弟 你的阵法好像被激活了 是不是布置的时候出什么问题了 大师兄 应该没问题 我是按照五师兄给的阵法图布置的 大师兄 管他的 看看考记熟了没有 大师兄 听二师兄说 你展过九天凤凰 你什么时候再展一只 二师弟 小师弟是不是长年到什么的 应该不会 小师弟比较淡纯 你随便找个点 由我去就是了 小师弟 九天凤凰可不是随便就能展的 青龙洲的凤凰并不多 能遇到也都是运气好 不愧是大师兄 果然是运气与实力并存了 幸好咱们都没有凤凰 不然你拉着我去 我就算有九条老命 都不过你过祸的 小师弟 九天凤凰算什么 当年咱们大师兄 北海斩掉龙 南海斩地熬 上九天灭柱天神佛 达地神魔尽地熬 那才叫一个霸气 二师兄 你没事吧 爱马忘记装臂 早雷匹折叉了 小师弟不用担心 二师弟修炼的是灵犀心法 偶尔被雷匹很正常 哦 原来大师兄这么厉害 那二师兄你呢 嗯 我守寨日月星辰 脚踏实践长河 关险神魔在我面前 不过是大力量的老尾罢了 小师弟 有危险快后退 二师兄不愧是影视高人 居然能以来如此偏 师父 起床了 总门申请都不知道 吵什么吵 出什么事了 师父 你怎么了 早还出来飞眼圈了 昨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山上好像有仙人在露雷街 山下还有野人大喊大叫 吵得我一夜没睡 哦 师父 胜浮上还没再登记的宗门 尽快满进登记条件 限时一个月 凡是没登记的 需自动击散 否则鼓力镇压 我操 今年有什么登记条件 需要弟子人数 需在十人以上 并且宗门登记录品 需缴纳二十位下品零食 什么 二十位下品零食 他们怎么不去抢 压榨 这简直是压榨 我要去找他们理论 师父 在我面前 你就别撞了 好歹也罵我一下 不像你二师兄 那么会来事 你去通知一下他们 到屋里来开会 小徒弟就不用叫了 师父 这大姓老的把我们叫来 不会是学刹总 又来找麻烦了吧 老二 是不是你昨晚 在山上装逼 引来天雷了 师父 博尘一武不凡啊 这你都知道 你他娘的吵了为师一晚没睡好 你给我往死里打 打人别打脸 眼前这个老头有多坑 申请宗门的日期都快截止了 他们却还拿不住报名分 我让你们过来是因为 圣府发通知了 如果不能一个月内缴纳二十零食 完成宗门登记 就会被解散 不服者武力镇压 师父 咱们总门还剩下多少 一毛也没有了 博尘 师父 我知道你很狠 但没想到这么离谱 平时你少买点假酒至于这样吗 没钱了 咱们还玩个屁啊 还是解散了吧 同一解散 这师父也太不客气了 师父 你老实告诉我 咱们总门的钱都拿去了 你们别生气 咱们总门本来是还有点钱的 那天我在山下帮小徒弟找了鸡蛋 假酒喝多了几口 就去赌方博弈吧 想单车变骆驼 没想到被套入了 师父啊 师父 您还真是不负重望啊 我忍不住了 你们别拉着我 我的妈 老大 快帮帮为师啊 好了 大家先别着急 咱们当务之急是先想办法凑钱 关键时刻还是大徒弟靠谱啊 师父 你下山去接脸呗 为师也想接啊 但是身边的朋友都躲着 见到我比见到鬼都怕 这辈子怕是都戒不到了 师妹 要不你们晚上去最蠢楼唱歌曲 嗯 师父 咱们松门不是有一个小食店 炼制除了极品弹药吗 可以拿去卖啊 对呀 我怎么把弹药给忘记了 虽然只是赔源丹 但好歹也是极品 应该值点钱 师父 我建议拿去拍卖 争取利益最大花 好的 这件事就交给你和老二 给人经营 心思沉溺 正好你也看着点他 别让他把钱都拿去喝花酒 谨遵失命 老二 别装了 赶紧下山脉药去 师弟 一会你站我旁边站着 如果是黑店 立刻回左门求丢 这位公子可是有东西要拍卖 当然 我要卖一枚极品黑人弹 什么极品弹药 去去极品弹药而已 老板不必惊讳 请问公子怎么称呼 不费秀行之人 痛饮狂恶恐肚日 飞扬跋虎为水雄 无乃将浩然是也 公子果然一表人才 承让承让 将公子弹药 我会送到总部拍卖 这里我先预支一千两黄金和十枚下品零食 日后拍卖所得的费用 我再通知你 发财了 发财了 原来小市弟的弹药这么值钱 若贴老板 那我等就先告辞了 是否 发财了 小市弟的弹药太值钱了 总共卖了十枚零食和一千两黄金 什么 这么值钱 咱们青山宗这次发达了 大师兄 师父又在傻笑了 不会是老年痴呆了吧 没事 师父穷了几十年 终于有一笔财富了 笑一下很正常 大师兄 师父都笑储俊了 这正常嘛 师父 你冷静一下 既然有钱了 咱们是不是够制一些先法和生活用品 老大说得对 为师代你们下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转天你留在宗门照顾一下小徒弟 师父 我也想体验一下一夜暴富的感觉 你是大师兄 要懂得体位十分优 放心 到时给你买一把绝食好剑 你们几个准备一下 一种先后 咱们综门结合 师父 你们这是要去哪 你也丢下我一个人 小徒弟放心 为师代你几个师兄姐妹下山 采购一些修炼资源 你大师兄留在山上照顾你 莫要担心 原来是我想多了 那你们几快回来 触发 记住 咱们这次下山 先给小徒弟买点仙法和修炼材料 师父放心 我们逗逗 小徒 你那个木剑太寒碜了 为师给你买的绝食好剑 多谢师父 师父 我的呢 不是说因为我买一把吗 问天你是大师兄 要懂得位为师分忧 修仙之人重要的是新鲜 卧槽 你的老公逼 下次再挨到我可不帮你 师父 大师兄怎么哭了 可能是被为师感动到了 小师弟 这是师兄送你的五目秘笈 多谢啊师兄 小师弟 别客气 这些秘笈都是轮进来的 师父 咱们这次下山还剩多少钱 为师看看 咦 我的钱带了 你们谁看到我的钱带了吗 师父 储物戒不是你一直掌管的吗 你不会弄丢了吧 完蛋了 好像是丢了 师父 我们好不容易一夜报复 你就这么把储物戒丢了 你他娘子能不能再啃一脸 吃地吃杯 这个师父太不靠谱了 走看 打了 老大救我 欺骗我的感情 现在还想让我救你 师弟师妹们 比我忙成为你党 青山宗 不愧是影视宗门 师父 宗门报名需要二十块留十 而如今只剩十块了 怎么办 不会真的解散了吧 没事也没好的办法 实在不行 咱们宗就解散了吧 这些小子中 肯定有人藏私房间 不比他们一把 肯定是不会拿出来的 师父 其实我这还剩一些 老二 你哪来的零食 对呀 浩然 你几斤几两 我还不清楚吗 为师只听过 这装逼遭雷劈 可没见过 装逼可以获得零食的 这是上次雪沙总来集 我让他们留下了买路钱 江浩然拿出了十枚零食 虽然舍不得 但是此时成立宗闻 对他来说似乎更重 眼前这个少年有多妖孽 只是瞅了一眼师兄给他的地摊货 就立刻进入了盾 惊 接着到神魔观想图 请问是否修炼 果然是影视宗闻 随便一本漫画书 都是上午立即选择修炼 开始领悟神魔观想图 二师弟 你买个书靠谱吗 那能靠谱吗 要是那什么观想图 振这么牛逼 也不至于个个低探都在买 那你还送给小师弟修炼 我也没办法 是否那个老亨弟 把钱都溜了 只能随便买几本凑合用啊 你买了多少 论劲买的 买了二十来劲 二师弟牛逼啊 大师兄承让承让 就在大师兄和二师兄商业 互吹的同时 五六七动物的上空中 夜空 面上的一名桌上 看势弟的样子 像是在留供吧 不是吧 他不会真拿一本地摊货来修炼吧 小谷底 你是我们宗的未来 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我拜见师父 小徒弟 你感觉怎么样 师父 师兄送我的秘籍 我已经领悟了第一层神魔恋魂 你到底是有多妖孽 一本路边摊的漫画书 也能用来修炼 不错 好好修炼 弟子紧遵师命 小徒弟刚才说 他领悟了神魔恋魂 我怕的是走火入魔了 师父 不用担心 小师弟能领悟是好吃啊 那好 你们再去多买一些这样的书来 越便宜越好 买个百八十斤的 咱们给小徒弟 建个藏金阁 哥嘞 马上就去 这家傻徒弟 烧鸡是我的了 大师兄 你有没有听到师父那恐怖的销声 别管了 师父肯定又在偷喝假酒了 咱们快去快回 不行 不能让小徒弟修炼下去了 要是出了什么事可就不好了 老五 老五 快来半山腰一趟 拜见师父 老五 你赶紧去叫小师弟 忽悠也好 怎么都行 总之让他先别修炼神魔观想图了 仅遵是命 那我可以先吃完这只烧鸡再去吗 滚一边去 拜见五师兄 小师弟正能刻画的怎样 我自愚钝 目前只能布置一阶阵 大师兄 买大年纪的时候都能刻画阵法 师弟你还是什么 那你阵法布置在哪里了 回师兄 布置在伤口了 卧槽 什么 难道那天晚上有野人大喊 是有人 震买吗 不行 我得先去看一下 小师弟你先修炼 师兄还有事 不是让你去教你小师弟吗 怎么又回来了 师父 大事不好了 可能有人误入小师弟的震乱 是野人大叫的那晚吗 是的 师父 特喵的 原来是有人入侵 吵得我一晚没睡 师父 你说会不会是雪沙层的人 老五 你去调查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师父你趁我跟大师兄家上 竟然把烧鸡吃了 什么烧鸡 为师没看到 大师兄 这师父也太不要脸了 二师弟 你要是敢靠近师父 然后用高雷拼打了 等贵师兄姐姐吃两只 那咱一言为兵 老二 你靠我那么精干嘛 师父 一只少几罢了 不必紧张 不被秀行秀的 是人情事故 讲乎业语十年的 每日一匹行不行 算你小子狠 对了 师父 藏经格布置好了 哎呀 快带我去看看 师父 你看我画的怎么样 你家藏经格掌这样吗 好歹弄几个大字 再做个书架子吧 赶紧把书籍归类一下 昨天 也是 整天被一把破茧 不是杀鸡 就是墨鱼 不用来砍书太浪费了 赶紧去砍几个树 回来 做个架子 今天不完工 一个也别想跑 第二天清晨 五六七照常起来修炼 却发现屋子的旁边 多了一间藏 什么时候多了一间藏经格 难道是给我准备的吗 五六七进入茅屋中 顿时眼前一亮 回来神掌 七星风云过 热情的邻居 善良的小遗族 这青山中居然有 这么多的绝世仙法 简直恐怖如斯啊 小徒弟 你手上的两本书 还不适合你修炼 等你实力再强一点 为师在教你 哦 谨遵师父教诲 你先去修炼吧 你敢信 小徒弟正在刻苦修炼 而他的师父和师兄们 竟然都在默语 师父 咱们天天没认识 也不修炼 不知道小师弟 修炼得如何了 对呀 师父 小师弟修炼 这盗版先法 会不会有危险 你们倒是提醒为师了 不能让他修炼太快了 老三 你去教一下 师父啊 这猪豆吃法我都还没研究明白 我却能行吗 说你笨 你还真蠢 像老二那样 把自己幻想成掩饰高人 然后随便指点一下 不就行了 快去快回 为师等你吃烧鸡 弟子明白 问天 烧鸡烤熟了没 人多入手 咱们不等老三了 师父 您是真不做人 不过我喜欢 师父 烧鸡熟了 小徒弟怎么来了 我那烧鸡呢 拜见三师兄 不必多礼 师父让我来教你铸造之术 来请师兄指点 所谓铸造之术 便是以天地为公路 以万物为材料 千锤百炼 小师弟 该教的我都教了 接下来就要上实践了 这只是没怎么铸造图 你先拿去用 多谢三师兄 原来装逼的感觉这么爽 难怪二师兄 宁愿被雷劈 给饿死用品 那你好好练习 师兄先走了 我回来了 师父 你的脸怎么了 师兄们又是怎么了 没什么 刚才为师传出他们一些无意 那烧鸡呢 你不是说给我留着吗 没师说过吗 什么时候说的 我怎么不记得了 师父 你是真的狗啊 老三 你也太不靠谱了 让你去教住造术 你连块铁都没给他 你想让他拿空气造吗 端木雄本想快去快回 交差吃鸡的 不料被师父一顿训斥 忘记了吃鸡的事情 师父 我刚才吹个头了 忘记给小师弟材料了 我这就去 好在 虎猪这傻都逼了 要是他们三人联手 我怕是门牙都被他们打掉了 真是毒师的代价 有点大呀 三师兄只给了我这些材料 铸造点什么好 五六七疑惑地看着地上的材料 有木炭 有消石 以及房屋旁边虚蛇用的硫磺 忽然灵机一动 有了 我可以弄炸大 而且还差一点点 小师弟 看你眉头紧索的在琢磨什么呢 三师兄 铸造还差一点铁 不知道师兄有没有 小师弟 咱们终门比较千心寡乱 你就先用这炒菜的大锅练习吧 多谢三师兄 小师弟 其实是咱们中天天吃烧鸡 留着也没用 不如给你好了 说木鱼炼制好了 就是不知道威力怎么样 小师弟 听说你在学习铸造之处 师兄过来看一下 还请师兄指教 不错 第一次就能炼制出铁球了 大师兄好奇地看着黑不溜秋的铁球 发现上面有个铁弯 轻轻的一样 大师兄快叼出去 什么情况 是地震的吗 是不是小师弟又在毒劫了 他不是在跟你三师弟学习铸造吗 小师弟 你在造的什么呀 大师兄 这东西叫天雷 威力十分巨大 威力那好 关键时刻能保命 得想个办法 不如我过来 这东西确实不错 但不可随意使用 会耽误你修炼速度 所以师兄先帮你保管 等你以后出去闯荡了 我再还给你 多谢师兄 还是大师兄给我衡 有了小师弟这天雷棒身 以后再送门我就衡着走 看谁还敢抢我的烧鸡 问天你手里拿着什么 完蛋了 被发现了 看来是保不住了 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 师父是小师弟练的天来 原来是这样 这么危险的东西 师父替你保管了 全叫出来 师父 我求你做个人吧 还有吗 都拿出来 别耍小心思 你有几根毛 为师 还不清楚吗 真没了 咱们总材料有限 你知道的 别让我发现你藏私货 小徒弟 你怎么来了 你敢信小师弟 刚练之初的天雷 就被大师兄俩扑又走了 然后拿着骗来的天雷准备 和二师弟 去别的宗文诗室为理 大师兄 咱们这么干 是不是有点作死啊 师弟放心 除了是我负责 你大胆干就完事了 下面就是雪沙宗了 整他压的 让他老师欺负我们 得嘞 我献为他们来个凯威才 长老 这黑不溜秋的铁球 是个什么东西 师弟丢得挺好 不准啊 我也试一试 大师兄你也不赖了 这玩意可比放炮上刺激多了 二师弟 承着承着 咱们接着来 这是怎么回事 我雪沙宗怎么会遭离屁 宗主救命啊 有人在袭击我们 二长老已经被炸没了 什么 到底是哪个老六干 快去查查 大师兄 咱们比试一下 看个水扔的转 师弟 咱们不留几位以后防着用啊 师兄不用担心 楚来完就是要尽兴 没了再找小屎弟啊 就是 遭不住了啊 宗主 咱们快跑吧 叛徒 到底是何愿再被子来被 让我抓到抓到 一斋了一斋 一去不可去 大师兄 情况有点不太对劲啊 他们好像省气了 师弟不必担心 有我在 并能保你平安 你先手住 我去叫人 叫个锤子的人 不行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嗯 宗主 查清了 是青山宗的林文天和江豪然干 好你个青山宗 赶回我宗门 我誓不罢消 随着最后几个天雷的掉下 雪沙宗就此消失一几 你们两个去哪了 一大清早就不见人 是否不是我蛋呢 是大师兄 真是个老的我 师父还没问 你就全说了 问天 是出了什么事了吗 也没什么 就是想着试试这天雷的威力 一不小心手滑 扔到雪沙松里去了 你说什么 你俩就不能长点心 那雪沙松 咱们能惹得起的吗 他们要是找回来 咱们怎么扛 师父 你不用担心 我们临走的时候 特地看了一眼 那雪沙松应该是没有什么人了 哦 原来是炸雷了 这下欠缺沙松的钱就不用还了 不行 我还是得亲自去看一下 雪沙松毕竟和我们是邻居 如今他们有难 咱们必须伸出援手 为师去看看还有什么活口 不对 是还有什么伤者没 大师兄 师父为何走得如此疼狂 估计是假酒喝多了 总爱疑神疑鬼的 别管他 快把烧鸡吃了 不然等他一会回来 我们连鸡屁股都没得吃 另一边567正在修炼仙法 天空突然掉下一张青龙粥 是通告 第一名可购的神秘大奖 不知道师父会不会让我参加 就在567苦思灵想着神秘大奖 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师父答应了沙松回来 拜见师父 小徒弟不必多理 这是卫师从写沙松那里建来的 九重天建法 你好好参悟一下 多谢师父 为了师父 我可以去青龙粥参加比师吗 参加青龙粥大帝 需要专门登记助品 可咱们青山中至今还是黑骨啊 这是你不用担心 为师自会教给你师兄 你直观好好修炼就是了 谨遵师命 听 检测到天阶残本仙法 九重天建法 开始领悟第一众剑气如虎 当系统师父会参加 567的脑海中 出现一个先锋道骨的仗着在武剑 剑气不彩 波浪壮 剑尸不长骨 断续心肠 你们两个又在偷吃烧鸡 能不能抽空多教教小徒弟修炼 大师兄 师父是吃狗的吧 咱们每次我们俩偷吃烧鸡 总能对师父碰到 师父 师弟说你是狗 让你嘴气 打人不打脸 师父你可别比我 再见少年辣蛮布 不惧岁月 不惧烧鸡 你小子 跟我玩音的是吧 师父 这师弟怕是会打了 温天 下去找个地方把他埋了 然后带上零食 咱们去圣府报名 二师弟 师父是真生气了 你自求多福吧 到了那边 师兄多给你搞几只烧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